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从生活取经 数学我最零 平行四边形 2 对角线 互相平分 还记得上一单元中 我问起瑞鸣及韦荣 在日常生活中会出现的平行四边形 有哪些吗 让我们跟小帮手一起来回想看看吧 哈喽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又出现了啦 嘿嘿 不知道各位同学在日常生活中 有没有仔细观察过 生活中像是我们常常玩的扑克牌的方块图案 还有停车掌中的停车格 还有甜点良高 以及衣服上的图案等等 都是生活中会出现的平行四边形哦 使用两个一模一样大的正三角形 我们可以拼出四个边都等长的四边形 而这种四个边都等长的四边形呢 我们就称它是菱形 使用两个完全一样的等腰直角三角形 可以拼出很多图形哦 其中有正方形 平行四边形和等腰直角三角形 而使用两个完全一样的等腰三角形 我们可以拼出菱形 平行四边形 以及圆形哦 使用两个完全一样的直角三角形 可以组合成长方形 平行四边形 还有圆形 以及等腰三角形 使用两个完全一样的直角三角形 两个相同的不等边三角形组合时 假如相等的两个边在对边 这四边形就是平行四边形 假如相等的两个边在零边 那么这四边形就是圆形哦 当线段AB平行 线段CD 线段AD平行 线段BC的时候 我们就称这四边形 我们就称这四边形ABCD为平行四边形 连接平行四边形的对顶点 AC得到线段AC 我们可以知道三角形 我们可以知道三角形ABC和三角形ACD 这两个三角形是完全一样的全等三角形 所以平行四边形的两组对边相等 线段AD等于线段BC 线段AB等于线段CD 两组对角相等 角B等于角D 角A等于角C 立体练习 立体一 在平行四边形 平行ABCD中 若线段AB等于3 线段AD等于4 角B等于70度 则 一 平行四边形的周长为多少 二 角A 角C 角D 分别为多少度 答 因为四边形ABCD是平行四边形 所以线段AB等于线段CD等于3 线段AD等于线段BC等于4 所以平行四边形的周长是两倍的括号线段AB 线段B加线段AB 线段AD等于2 乘7等于14 因为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相等 所以角D等于1 所以角D等于1 角B等于70度 又因为角A与角B为同侧内角 所以角A等于180度-70度等于110度 立体2 立体2 如图 四边形ABCD为平行四边形 角D等于75度 由于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相等 由于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相等 角V等于角D等于75度 又因为角1等于0 所以角D等于50度 又因为平行线被线段B1所结 同侧内角互补 所以角2等于180度-角D等于180度-50度 等于130度 角一等于角二 三角形ABC 与三角形ACD 好多图哦 伤脑筋 姐 你看 你要喝的蜘蛛奶茶 我帮你买回来了 谢了 我就来喝蜘蛛奶茶了 喂 伟柔啊 今天的功课做得怎么样呢 爷爷 太多线跟角二图形了 我都分不太清楚耶 好好好 爷爷就拿你们买的饮料吸管 来解释一下几何原理好了 嗯 啊 糟了 我忘了拿吸管了 日明 你在干嘛 爷爷 对不起了 我忘了跟老板拿吸管了 我们一起去拿回来吧 这样他好看用吸管 当爷爷的教材哦 走吧 嗯 很好 哎 快出快回啊 哈喽 大家好啊 嘿嘿 是我不请自来咯 因为啊 我刚刚一听到爷爷 要讲有关数学有趣的事 我小帮手就迫不及待 想要跟大家一起参与呢 呵呵呵 哦 对了 爷爷啊 要拿吸管当教材的话 那伟荣跟瑞明 你们可要记得准备大头钉 纸还有笔哦 首先呢 拿一张纸板 放在桌面上 接着拿两根吸管 交叉放 再拿一根大头钉 钉在胶点上 接下来就要请你们帮爷爷 把四个端点连成线段 有谁要来试试看呢 我 我 我最喜欢连看的 让我试试看 连接四个端点 形成一个四边形 这两条吸管 就是四边形的对角线 我们也可以任意改变 吸管的交点位置 和夹角的角度 来观察图形的变化 哎 这样的四边形 有很多种哦 我们要不要一起来找找看 有些什么特殊的形状呢 好 如果只要求两条吸管 互相垂直的时候 把四个端点连接起来 所形成的四边形 会因为交点的改变 移动而形成多样的四边形 我知道 这是圆形 对吗 不对哦 瑞铭 四边形的对角线 相互垂直 并不表示一定是圆形哦 你看 四边形的临边 不等长 所以不是圆形哦 嗯 小帮手说的没错 我们来看看 怎么样会变成圆形哦 如果交点在蓝色吸管的终点上 而且两条吸管相互垂直 这样所形成的四边形 就变成圆形了 你看 圆形的临边等长 两组临边等长的四边形 就是圆形哦 如果交点都在两条吸管的终点上 而且两条吸管相互垂直 所形成的四边形 就是临形 你看 临形的四个边都等长哦 爷爷考考你们 如果把刚刚两条吸管旋转 所形成的四边形 会变成什么呢 平行四边形 嗯 相信你们姐弟俩 已经了解一些平行四边形的基本要点了 接下来啊 我们要请小帮手 再问你们更多更深入一点的问题哦 好 我们把四个端点ABCD连接起来 已知线段OA等于线段OC 线段OV等于线段OD 请问 1 角1与角2是否相等呢 是相等 因为对顶角相等 2 三角形AOB与三角形COD是否全等呢 因为线段OA等于线段OC 角1 角1与线段OB 角1等于角2 角1等于角2 线段OB等于线段OD 依据SAS全等性质 三角形AOB与三角形COD是全等的 因为三角形AOB与三角形COD全等 对应角相等 所以角3等于角4 角5等于角6 4 线段AB与线段CD是否平行 因为角3等于角4 内错角1等于线段COD 内错角相等 所以线段AB平行线段CD 同理也可以证明出线段AD与线段BC平行 因为线段OA等于线段OA等于线段OC 角1等于角2 线段OB等于线段OD 根据SAS全等性质 得到三角形AOD与三角形COD全等 由于三角形AOD与三角形COD全等 对应角相等 所以角3等于角4 也就是说 内错角相等 所以线段AD与线段BC将互平行 最后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 如果线段AC和线段BD互相平分 也就是说 线段OA等于线段OC 线段OB等于线段OD 那么线段AB平行线段CD 线段AD也平行线段BC 结论就是 对角线互相平分的四边形 一定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那如果两条吸管互相平分 而且长度也相等的话 可以拼出什么图形呢 我来拼拼看 如果这两条吸管互相平分 而且长度也相等的话 可以拼出的四边形 有真方形 长方形 今天爷爷用吸管教你们的几何图形 都还清楚吗 清楚清楚 我是像爷爷 边做边编的数学 让我越来越喜欢数学了 好 对啊 那你们快要重昏着我 今天了解到平行四边形的原理呢 嗯 从刚刚爷爷的教学过程中 我知道了对角线会互相平分的四边形 就一定是平行四边形呦 嗯 很好 来来来 我们到那边去 其实啊 任何一个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 都会互相平分的 如果你们多做几次的话 你们就会发现 各种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 都会互相平分的哦 哦 原来如此 好 爷爷 我会多做实验观察看看的 哇 很好很好 你们两个都对平行四边形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了耶 因为爷爷有趣的教学 加上我这个得力的助手 相信啊 你们的数学一定会马上突飞猛进的哦 哈哈哈哈 爷爷和小帮手 赶快带我们再去买珍珠奶茶吧 再喝 晚餐就吃不下了 哈哈哈哈 好 买珍珠奶茶 走 哈哈哈哈 现在 再让我们一起来证明 平行四边形对角线 会互相平分 因为四边形 A B C D 为平行四边形 所以得到 线段A D 等于 线段B C 又因为 线段A D 平行 线段B C 所以得到 角1 等于 角2 角3 等于 角4 根据 A S A 全等性质 三角形 A O D 全等于 三角形 C O V 利用 对应边 会相等 得到 线段O A 等于 线段O C O B 线段O B 等于 线段O B 这就证明出 对角线 会互相平分了 H H 知足 M 仍能 W 这 还alay tennis 线段AC可以把平行四边形分成两个全等的三角形 也就是说三角形ABC全等于三角形CDA 对角线线段BD可以把平行四边形分成两个全等的三角形 也就是说三角形ABD全等于三角形CDB 两条对角线交叉可以把平行四边形分成两组全等的三角形 其中三角形AOB全等于三角形COD 三角形AOB全等于三角形COB 最后我们可以总结出来平行四边形ABCD的性质有三个 分别是 B等于角D 三对角线互相平分 线段OA等于线段OC 线段OB等于线段OD 既然画一查看油断 既然画一样 既然画一扣操洞 请一起试试 答A 因为对角线互相平分 所以此四边形为平行四边形 B 因为125度加65度等于190度 不等于180度 对边不平行 所以此四边形不是平行四边形 例题2 如图 两张长方形纸张交叉重叠在一起 这个时候重叠的区域形状为哪一种四边形 答 因为重叠区域的两组对边平行 所以此四边形为平行四边形 例题3 设四边形ABCD为一平行四边形 且线段AC与线段BD交于O点 请选出正确的选项 A 线段AB等于线段CD B 角A等于角V C 三角形ABC全等于三角形CDA B B 线段OA等于线段OA等于线段OC 线段OB等于线段OB 答 A 线段AB等于线段CD B 答案是正确 平行四边形的两组对边会相等 B 角A等于角B 答是错误 平行四边形的零角相加是180度 不一定相等 对角才会相等 C 三角形ABC全等于三角形CDA 答案是正确 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会把它分成两个全等三角形 B 线段OA等于线段OC 线段OV等于线段OD 答正确 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会互相平分 所以正确的选项为ACD 随堂练习 对角线互相平分的四边形 称为什么四边形 平行四边形 平行四边形 设平行四边形ABCD中 三角形ABC为正三角形 则角BCD等于多少度 因为三角形ABC为正三角形 所以三角形ACD也是正三角形 角BCD就等于60度加60度等于120度 设平行四边形ABCD的一个外角为70度 则其四个内角分别为几度 一组对角为70度 另一组对角为110度 只有一组对边平行的四边形 一定是平行四边形吗? 不是 如梯形就是只有一组对边平行 但是梯形不是平行四边形 只有一组对角相等的四边形 一定是平行四边形吗? 不是 不是 如 梯形就是只有一组对角相等 但是梯形不是平行四边形 但是梯形就是只垂下来 Jos 同时梯形是四边形 同时梯形是 discrete组好的 超窄心的是平行 so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